大家好,欢迎收看古海飞扬 那么今天来到周一台北股市拉回休息 那主要还是看今天重点在成交量 那今天最后是跌了124点 说在相对的一个低 那么成交量呢 1729亿 就是说它创下近期的一个新低了 1729亿 那么这个1729亿出现在哪里呢 出现在大盘反弹上来之后 那我们把均线留一个十字均线就好 你会发现反弹上来碰触到十字均线的位置呢 出现一个量能一个急缩 是量能急缩 那前一次也是反弹上来到十字均线之后呢 开始做一个拉回下一波的修正 那这一次大家会担心中 那会不会又就像之前一样 回到十字均线又向下做一个下一次的一个拉回的修正 那至少啦 我认为到先不用急着这样担心 主要原因就是 我说这一波其实主要还是在台积电嘛 台积电事实上在上周 我就先收复了十字均线了 以相对强弱来看的话 这一次台积电相对指出来的强势了 那上一次的反弹 基本上它也是受制于十字均线上不去 最后就一个拉回修正 那今天的台积电的拉回修正呢 基本上是收盘的位置 这几乎就是等同于在收在十字均线之上 十字均线之上 指数来说当然就有直接的一个关系了 所以重点还是今天虽然亮缩 它也意味着这市场呢 等于是在融资连续快速的减肥之后 市场等于说它代表说市场受伤的人太多了 那受伤的人太多之后呢 虽然两天的一个反弹上来 其实回到十字均线今天马上做一个拉回 而且是亮缩的拉回 急速的快速萎缩成交量拉回 代表市场的观望气氛真的很浓 那这种气氛基本上应该合理来说 它要有利于止跌 所以明后天的行情 那有机会转折再去挑战 看看能不能收付十字均线 那当然这还是必须要搭配 观察一下美国股市 美股呈现是一个相对抗跌了 那今晚如果美股持续的 需要不要出现太大的状况的话 基本上明后本周 本周台北股市的工作 就是把十字均线收复就好 至少台积电有先收复的一个感 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 所以明后天的行情 下半周的行情慢慢就会演变成 你能不能收复十字均线 是本周的唯一一个条件 不用设得太严格 就是本周就是 只要你指数能够收复十字均线 我们都认为是相当相当不错了 一步一步来 那如果十字均线收复了 那基本上你再去挑战 季线或者是前低的位置 前低位置这是我们在 在行情规划事先预告的时候就告诉过 我们认为这一波 你是要有机会 回到这一波反弹 是要有机会来到 回接近前低的位置嘛 所以你最起码十字均线收复 我们再看看下一个目标 那这样来看的话 就是完全照我们原先的规划在走 那但是这个是指数的一个看法 指数是归指数 你个股呢 你不能够完全说 说你要看到指数让你放心 你觉得股票才能够做多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一波我已经讲过了 你不要看指数上礼拜反弹两三天 反弹个两天 那我已经讲过 如果你去抓到不对的 或者是单纯 纯粹就只是反弹而已的标的 那没有用的 你看上周有些标的反弹 就是反弹一天 指数至少还反弹个两天 有些个股一天左右 隔天就下去了 所以我说很多标的让你去选 当大盘稍微初步一止跌 一弹上去的时候 所有股票都涨 你要怎么选 对不对 你要怎么选 超过九成以上的标的就只是反弹 所以绝大多数的投资朋友在上周 只要你出手 九成以上的观众 九成以上的投资朋友 极有可能在上周 选错标的 抓错股 抓到一个只是反弹的 那你的感受就觉得 你的感受就是 你会觉得 太难了 太困难了 可是我告诉大家 其实不困难 悬股就是这样子 有些标的 以及酝酿 准备转折的 会有些讯号的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先看上周 其实我基本上 我说 能够跟你预告 我常常讲就是输赢关键 有时候就是你在等什么你知道吗 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等待等什么 成交量1729亿 那代表很多人在观望在等待嘛 或许你也是在等待的人 对不对 导致今天成交量就1700多亿 很多人不敢出手 那我就问你啦 如果你也是在等待的 那我想那你在等什么啊 对不对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等什么 很多人讲不出来 那到底在等什么 等一个感觉 一个你觉得放心的那种感觉 我跟你讲 这很可怕 当你的感觉认为可以了 可以出手了 距离低点啊 应该500点跑不掉了 反弹上距已经超过500点 你才至少会感觉好像可以出手 那你怎么买低点 你怎么买转折 你根本等一个感觉的人啊 他等于是根本不知道在等什么 所以你问我说那我在等什么 我讲过了很多时候 甚至我今天提前告诉你说 如果你那么在乎指数的话 你常常会错失一些机会 我知道我在等什么 所以我知道我何时开出手 对不对 赢家输家 差就差站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上周指数还在破低的时候 就告诉各位你去观察这一种 你说我在做什么 我说我在等什么 我都可以跟你说我在等什么 对不对 像这种标的 我都告诉你 你看他有没有涨有没有跌 没有涨没有跌 因为他持续在这边 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晃了好一阵子 在他晃了好一阵子的过程中 指数在做什么 指数在破低 对不对 指数在破低的时候 他晃来晃去 以盘代跌 就是说我为什么不跌 这个情势来看 这个大盘的情势来看 就是向下走跌 所以你可以发现 10档有8档以上 跟着大盘一起向下测试 支撑 找支撑 对不对 大家都下去了 你怎么不下去 对不对 那你不下去 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了解 我们说 我常常讲 买股票是买一个未来 你买这家 你认为他可以买 那因为你看到他未来是什么 对不对 你认为他是转折区 准备转折上去的 那请问他未来是什么 所以你去买他 你买他是因为你知道 他未来会怎么样 他的未来会如何 财报的数字会怎么样 所以导致股价应该要上去 股价现在相对便宜 对不对 那上礼拜我就讲 我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他详细的基本面资料 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 那我只能说 未来的数字出来 持续向上看 未来有财报的数字利多了 那但是我们单独先就 上周我告诉各位的 从筹码结构 跟从他近期的走法 我先跟各位告诉你就是 他这样子的一个走 这样一个走法 他意味的是什么 大盘在破地的过程中 他能够这样走 代表什么 一定有人卖嘛 一定有人看到大盘在杀 他也想卖嘛 好啦 所以有人卖 卖 卖了卖又上去了 卖一卖卖又上去 卖一卖又上去 那请问你这个卖盘 跟买盘谁强谁弱 其实啊 在大盘连续破地的过程中 这已经很明显告诉你了 这档标的持有张数多的 你说这档标的大户 没有卖了 那是谁在卖 持有张数少的小户 自然 可能就是一般的自然人 小散户等等的在卖 卖个五张 十张八张三张两张这种 二三十张这种小单他在卖 所以在卖的过程中呢 他没有办法扭转一档标的的一个方向 对不对 那所以多工对决之后呢 你会发现那种小单在卖啊 卖不下去 因为不成气候 但是实际的大量的筹码呢 都没有松动 所以导致怎么样 大盘持续破地 它是呈现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以盘代跌 所以我就说了 我说像这种标的啊 你把它放大 把它缩小 再这样看的话 这个位阶啊就好比在这里 准备上去 那一旦上去的话 你回头一看 你就买在哪里 你就买在一个转折区 懂吗 所以什么叫转折 转折是还没有上去前 你要告诉我 这里是不是转折区 我可不可以在这里买 买了之后它会上去 所以我常常讲 我是为什么买转折 很多人买转折就是一个 买它一个未来嘛 你了解这家公司的未来 财报 未来甚至你说可能发生的利多 或者是确认 几乎确认会发生的财报数字 或者是订单 股价就是走那个未来 所以如果你一直从过往 过去去看它的未来 这是不对的 你怎么知道过去很棒 那会不会下一个季度之后 突然摔下去呢 所以一般投资人 因为看的都是什么 它过去 过去交出了成绩单 你想要评 决定它可不可以买 那怎么对 你有点赌博的成分 可是如果我今天看到它过去 怎么样怎么样之后呢 我再去评估一下 现在量价结构 筹码结构上面看起来 我认为它在转折区 可是我要确认啊 你不是说我从筹码结构来看 我认为它这个地方就进入转折区了 我去买获利的几率很高 可是就这样子而已吗 不行啊 我要再去确认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你未来的数字啊 你未来的可能性啊 是哪 是什么啊 对不对 我要确认 那这个就是什么 研究部存在的价值嘛 所以你我的差距可能就在研究部 你没有研究部 我们有 对不对 我可以透过研究部 研究部不是复得告诉我 它过去如何 它上个季度怎么样 那上个月营收怎么样 未来怎么样才是重点 所以研究部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未来会怎么样 然后我们呢 会再判断 这样的一个力量价结构 筹码结构下 可能进入转折区 而且未来又有利多的话 那就确认了嘛 所以上节目我就告诉各位 我替你保留上车的权利 有没有 你来电登记 我常讲 我说一档股票上去前 我就告诉你先来 先登记好 你先做好准备动作 届时我会一个一个通知你们全部上车 对不对 买转折就这种概念 好啦 那到今天大盘 上座访谈两天之后 然后大盘今天休息 亮人即动 那这什么标的 来 我们看 4162 至秦 你看 今天至秦如何 暂停 今天的事情 暂停 我已经跟你预告过了 对不对 我已经跟你预告 我说这个位置啊 它就会是在未来你回头看的这个位置 就是转折区 对不对 暂停 那请问你 所有的事前来登记完成的所有握有上车权 所有一个一个完全通知到位之后 大家都做好准备动作之后 你现在回头看 你们是不是都在这里买进了 所以买转折是不是一定会成功 但这问题在哪里 一般人就是没有办法判定转折 所以当你跟我们一样有办法做判定转折的时候 我相信你做的事情会跟我一样 邀请大家来电登记 保留你自己的上车权 我会通知你上车 所以该先讲的我都先跟你讲 那可是有来登记上车权的 或没有来登记上车权的 我讲过了 没有来登记上车权的一定有你的考量 你考量是什么 因为我在讲的时候大盘正在破低 你可能会把重心放在大盘再破低 你觉得不会有股票会涨 可是有时候我常讲 机会机会 机会就是在你不认为的时候 不认同的时候 其实机会是慢慢悄悄在成型的 股市就是这样子 如果机会在浮的 在酝酿准备要浮出水面的之前 每个人都看到了 你觉得那会是个大机会吗 你的观察 你就是考验一个的观察 你的观察力了 而且对股市来说就是你的经验 还有你每天你在判断的数据是什么 是有用的数据还是没有用的数据 那我们在判断的数据 我说当然有些数据我不能跟你公开 我们在抓什么数据 但是你可以发现就是这么精准 对不对 我说我的数据我掌握住了 可是我还需要等另外一个条件确认 有没有我刚才讲过了 我的数据告诉我 筹码结构上面来看 这个已经符合了要转折的条件了 可是问题是还差一个 股票要反映的是反映的未来 它凭什么上去 你未来有什么利多吗 潜在利多还是可能会发生利多 还是你的财报数字呢 还是你会接收大订单呢 等等等等等等 那个就必须要我再一次确认 研究部要告诉我 所以我们的研究部在做的事情 不是在跟我报告 它上个季度如何 它上个月的月营收如何 股价我买是 它转折是买是买未来 研究部的存在 不是在讨论过去 很多人研究部还在讨论过去 我常常讲 你们一直在抓 从过去告诉我 它未来会如何 你怎么知道 它上个季度大成长两倍 下个季度会继续再成长 你怎么知道 不要赌 你只能参考 它上个季度不错 那接下来有机会可不错 可是那个有机会 就不足以造成你出手买进了嘛 因为它的有机会 你是你在赌博嘛 那所以呢 你要肯定 未来会不会一定 一定是OK确认的 未来要确认 筹码结构稳定 吻合了 我们就出手 所以我拿到节目都给你预告 对不对 那问题是 你有没有来登记 7月6号 今天7月11 礼拜一 掌停 全体 全体会员 都买好 大家都赚到掌停板 而且全部的观众 都有看到 那当然就差别 差别是有人来登记的嘛 那大部分的观众 受到大盘下跌的影响 没有放弃机会 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一般投资朋友的心态 都是被大盘牵着走 这个很 你很难去影响大家 就像今天成交率1000多亿 然后大盘又跌124点 你今天的情绪 想法 看法 逻辑 又被大盘牵着走 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所有人的想法 你看到这大盘跌124 成交量就17729 所以你的心情上 你就是受影响了 我没办法去影响你 但是我尽量做给各位看 你会发现 我证明给各位看 跟大盘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直接的关系是什么 你自己个别 个股的个别的筹码状况 还有你个股的未来 这是影响股价的方向的关键 那我今天证明给你看 而且不止这一次 还有这个 上周你看 连续两天两根涨停的 有没有 7月4号拿来跟你分析 你看我知道我在等什么 但你们知道你们在等 当时上礼拜 当时我也是折起来的 对不对 他有未来 营收持续上去 今年预估的会获利 会获利赚几块钱 EPS 我们研究部都有在估 可是估的数字 我们是不能去讲 我们估多少 对不对 那是违规的 所以我只能跟你说 今年是多年来 多年来的大转机 对不对 那这种位置 你觉得人家是要出货吗 会有人在这里出货给你吗 对不对 要出货在这里才出货 那这种位阶 又迎来一个大转机 你要不要抓机会 所以你看我都是事前先讲的 讲完之后 大盘在撤低的时候 跟你讲 你看到7月7号涨停 7月8号涨停 两天两根 我们做股票就是这样 我透过实际的交易做法交易 告诉跟各位分享 让你去了解 其实不要被大盘牵着鼻子走 大盘连涨两天你心情变好 大盘连跌两天三天 你就觉得世界末日 那我跟你讲 那这些一个一个的机会 你一个都不会拿到了 因为你就变成一个看指数 决定要不要操作的人 那就糟了 如果你是那样的投资朋友的话 你就变成跟市场的 九成以上的投资人一样 看指数的脸色 决定今天要不要出手 那你今天股票会不会拉涨停板 跟指数有一定的关系吗 对于这种标题来说 是没有绝对关系的 OK 所以有些东西观念的问题 我认为最后就只剩观念问题了 那上周我说五六日三天 因为逢假日给各位优惠 那有一些 有一点声音传来 他是说 假日他没有看节目 他不知道 那所以我只能延后今天一天 什么事呢 我说过上周五六日三天 就只有三天是 准备好加入之后给你五折 本周最新标的一起来上车 那有声音说 五六日放假没有人在看 没有看到节目 那今天7月11号礼拜一 我们就再延一天 就一天 就今天礼拜一 礼拜一了 没有再有什么理由说没有看节目了 今天 现在 电话拨通 最后一天 五折加入 然后呢 本周的最新标的 跟我们一起在转折区先买好 只有这样做才能赚钱 相信我 不要看到上去的股票再去又想心动 要去追逐 那是没有用的 买进准备转折上去的 你才会赚到钱 这个做法永远不会改变的 OK 有兴趣的要加入我们呢 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最后一天优惠 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中文字幕后终于 杨茜茜茜 我们另一组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来 台湾第一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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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财经这种东西是我们会去分析 会去找 它的一些蛛丝码机去研判 说行情 来到这个位阶 之后你要怎么规划 有没有机会出现一些转折 那关键的指标 个股在哪里 就像这一次台积电转折 我提前提醒各位要注意抓转折买一点了 台积电呢 顺利的转折上来之后 那转折上来了 那问题是 你会发现 我又同时告诉你 你要先把它看成反弹就好 对不对 所以操作上面 我告诉各位 尽量不要真的 只要去抓反弹股 你要做就做那种 它背后有一些 实质的一些 基本面的利多 因为股票反映的是未来 你只要能够在转折 时机抓到 转折上去 你很快 我常常讲 快的 最快的话 一个转折上去 起码给你两根涨停 那买转折 值不值得 当然值得 所以你看上周 指数刚翻 刚转折一下 两天而已 那有些 我节目中跟你预告的 你看这两档标的 华欣光 我节目中跟你预告的 马上上去就 7月7号就涨停一根 8号两根 两天两支 很快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现在抓股票 就至少 我目标 我希望设定说 至少转折上去 能给我至少两根 你没有亮灯 你给我个两成也可以 对不对 我不禁止说你一定要亮灯涨停 但至少你给我两根涨停的幅度 20% 目标设定好 对不对 转折上来你起码要两成或者是两根涨停 这种标的你必须搭配什么 筹码上的结构去研判 一档标上去的过程中 它会怎么样走 跟筹码结构是直接关联的 可是问题是它会向上走 那就未来 那代表什么 那代表关系到它的是 未来的一个财报数字 或者是可能性的 可能的利多或者利基 会造成股价方向的改变 那你怎么走 那就是跟筹码有关系 所以怎么判定转折 其实它很关键 然后呢 你看上周除了华欣光两天两根之外 这个营收暴冲 那第一季EPS就成长35倍了 那第二季之后呢 营收还在冲 所以你看这种标的 未来会怎么样 财报数字未来会如何 全年EPS如何 大概你都抓到了 所以都有一个数字在沽了 那所以看一下股价18块而已 相当的便宜 所以一转折 第一根涨停 7月7号 隔天7月8号 第二根涨停两天两根 很快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后来我节目中 我又讲说 我说你看 我们要知道是 你自己知道你在等什么 当你知道你在等什么的时候 通常你就准备要成功了 一个会成功的 在股市交易会成功的 投资人基本上 他随时时时时刻刻 他都知道 他当下 他怎么看待行情 他当下 他有交易或没有交易 他在等待 那他在等什么 他心里很明白 他等待是 他想要看到什么 讯号 他心里很明白 那交易股票 他在等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标的 等什么样的讯号 他心里都很明白 那代表你要成功了 如果你 如果你发现 你等到最后 你只是等一个 你自己的感觉 你觉得会长的 你觉得可以买的 你觉得那个 他不错的 你觉得 我告诉各位 这很可怕 美其民就是 我认为他可以的 我感觉 不错的 可是问题 问题是 这不是一个等待的 等待不是等这种感觉的 其实他就是 那个就是赌博 那就是猜测 不要猜 要确认才能出手 有没有 所以你看 七月旅行 我跟你说 你看人家已经以盘代替准备好 因为背后有利多嘛 未来财报数字嘛 对不对 你会买来这个位置 今天涨停 所以股票 你看 这根涨停 转折上去 一根涨停 当然我们目标还是设定 至少能够挑战一下 两层嘛 就是两根涨停左右的幅度 我们还是这样设定 那过程中 沿途呢 就是观察筹码变化 在这座取舍嘛 但至少你看 又成功了 所以本周一样 五六四三天 没有看到节目的 没关系 我们今天再一天 你不要再说 你没看到节目了 今天礼拜一 大家都正常的嘛 再延一天 只有五折 你过去打来 没有优惠的价格 你觉得有点压力的 今天有优惠了 五折 最后一天 拨电话 我们本周标的 不要再错过 拨电话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因此负投资风险